接下来这个挑战项目 考察的又是人类的一个基本能力的极限展现 那就是人的听觉分辨能力 掌声有请我们的挑战出场 大家好 我叫李奇 今年32多岁 是一名视障者 我是一名来自北京的天津人 现在在北京工作 你好 李奇 你是完全没有视力还是 有一点点观感 右眼有一点点观感 左眼是完全看不到的 是天生的吗 在17岁的时候 是因为一场病 然后用药引发的眼睛不好 其实你要不说的话 你刚才在台口 我真的觉得就是 可一般的挑战者是一样一样的 你是完全可以自己独立 现在在北京就是一个人独立生活 真的 今天我们已经说了 这个挑战的项目 是和挑战者的超凡的听觉分辨能力有关的 我在第一次听到这个挑战项目的时候 我自己乐了半天 我说这个场面我很难想象 首先我们先把挑战的所有的这些 需要配合的助手请上来吧 好不好 来 来 起步 走 好漂亮 好漂亮 6号上来先撒了泡尿 6号上来先撒了泡尿 在哪儿 6号 6号 黎就说的就是黎 6号 6号在5号的门口 撒了泡尿 15位 嘉宾 你们走了 都拴住了吧 都控制住了啊 好 谁在打撒尿 我撒一口试试看 我就姓发 我告诉你 我感觉我们生活在秘密的同龄里 15只哈士奇 不能提这三个字 不能提哈士奇 三个字 哈士奇 15只哈士奇 稍后呢 我们将会 完全无法控制 要这样开始吧 文字挑战 评委将从15只哈士奇中 随即挑选一只 作为目标狗 挑战者将蒙上眼睛 先寄以目标狗喝水的声音 然后再根据序号 一次听完所有狗喝水 挑战者准确收出目标狗的序号 即为挑战成功 挑战者 有两次机会 三位可以现在小声商量一下 好 然后选择一只狗狗的号码 用手势告诉我们 李奇 我们会把狗狗 牵到你面前 让他在这个盆里喝水 但是你不能用手触摸狗狗 好了 好 我们现在将目标狗 牵到台上 好 他已经开始喝了 怎么可能会是指在一个狗狗喝水的声音里面 完全分辨出它 我觉得不可想象 好了可以了吗 李奇已经分辨清楚 他喝水的特点了 接下来 我们将从1号开始 挨个的让每只狗喝水 李奇要雕出目标狗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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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博士要求从15号开始反向顺去喝水 是为了避免目标狗太快去喝水 同时也给挑战增加了难度 来 15号 上来 都去上来 好 开始 今天的挑战是一个非常建筑的挑战 在现场 试入巧语的这个教堂的道别是非常的大 我说的环境对一个影响都是为了避免的困难 好了 飞走 可以 飞走了 喂 真乖 来 好 好 给你 那个你 你先拴着他一点 来 你先拴着 给他弄过来 现在是14号 来 宝贝 来 来 来 这 好 这个 好 因为现场出现的特殊情况 14号弃拳了 我们把14号弄掉 现在我们有请13号上台喝水 来 这边 宝贝 好 上去 准备好 开始 好 可以了 好 来 12号 开始 15只狗在喝水的时候 会有深浅和频率的不同 而同一只狗因为口渴程度的变化 喝水的声音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挑战者需要异常灵敏的听觉变别能力 才能找到不同狗的喝水特点 加以区分 好了 可以了 好 7号 开始喝 好 6号 我就发现一特点 就举了 其中一只狗一开始歌 狗围了就开始唱歌了 好 谢谢6号 来 5号 来 5号 好 看好了吗 开喝 那个狗狗都很吵 加上有一些狗是不喝水的 我们三个都在那边 哎呀 我命真好 跳动那只是很爱喝水的 表现好一点 给它明确一点点特征 让它去分点 好 看下来 好,5号,谢谢,4号 由于现场狗的不可通信 挑战时间过去了一小时 15只狗还没有全部喝完一遍水 时间过得越久 理智的记忆就越容易混淆 现场慈禧礼服的狗叫声 更是给理智的分辨 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这几个小时所有的精神 都集中在狗的喝水争议上 那么里面想到唯一的事情 就是谁这种喝水是什么特点 会一定要往这上水 好了,一号眼睛淘完 你还喝吗 你这就差一个不合适 14号,我们再试试 这是一项挑战 你们是一个团队 必须全部协作完成 少你一个,这个挑战就 规则就会有漏洞 明白吗 好,现在看出来它还是有点 好了 好了,这是14号 这头有点 有了有了 喝了喝了 他就给他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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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他心情不太 14号终于喝水了 你看,被你吓我又不喝了 他需要他再来两口 不需要,不需要了 好,15只狗狗全部都喝完了 你有没有特别想重点再辨认一下的 今天狗的状态整体都比较低迷 也就是说特征不是特别明显 主持人,我需要 就是依次把4567四只狗 依次再牵上来 四只 挑战者再次提出 要听伤的四只狗中 正好包含了目标狗 从15只狗的范围缩小到四只 李吉利成功更近了一步 好,可以了 可以了,谢谢 主持人有答案了 主持人有答案了 你要注意啊 我们只给挑战者两次说答案的机会 你如果两次都没能说对 挑战机会失败 好,可以了 可以了吗 来 请起立 请告诉我们 你听到的目标狗是几号 我听到的目标狗是 六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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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场的安静 你知道代表着什么吗 错了 代表着你第一次机会 错失了 当主持人宣布错了 第一反应 完了 到底是你知不知道 因为我觉得可能还有几只狗 我们发生的这个特点是比较相估的 再加上有几个这种不喝水 因为压力是比较大的 稍等,没关系 你还有一次机会 你还需要再听吗 好,我再确认一下 好,来 没关系 因为这个确实 现场出乎我们的预料 我们没想到15只狗在一起 会如此的嘈杂 你需要确认几号 1到15号 我们要重新听一次 1到15号 我们要重新听一次 好 从1号到15号 每一只都要再听一次 没问题 其实他第一次的 已经重听的时候 是4567 其实他的那个目标狗 已经在里面 我知道他已经混淆了 来,喝水 好,1号,开始 现在的挑战 是一个非常建筑的挑战 我的气要更加的集中 要更加的平静 不能受外界干扰 再仔细听一点 一定会找到他们的区别 我就特别为李奇感到着急 特别是一次又一次 一次又一次的 他要重新再听 其他的一些 他的目标锁定的狗 所以我觉得 这个难度真的是 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李奇一次把15只狗 喝水的声音 再听了一遍 但是 经过了第一轮的喝水 狗口渴的程度改变了 再次喝水时的状态 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更是增加了挑战的难度 李奇还能挑战成功吗 师傅 好,可以了 好,谢谢 师傅 好了,这五只狗狗 圆满完成任务 我都合理一遍 主持人,我希望 最后听一次目标狗 最后听一次目标狗 重新听一次目标狗 好 由于狗喝水的不可控 让挑战的过程 进行了很长时间 李奇对目标狗喝水声音的记忆 有些模糊了 要求再听一次 为了避免李奇 从目标狗出来的方位上 进行判断 萨贝林 刻意转换了 带狗出现的位置 好,准备开始 尤其是狗的状态挺稳 喝水的话都比较清理 相似都是极高的 它算是压力比较大 你可以再思考一下 看看能不能找到 你想要的答案 好,主持人,我有答案了 来 最后一次机会 在刚才你听的这15只狗当中 目标狗是几号 我觉得是 五号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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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挑战的车 来,我们赶快感谢我们15天所带的 谢谢 谢谢你们 谢谢各位 我将在容易殿堂 要跟你 祝你好运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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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琪,你好 你好 我是华健 大爷,华健大爷,你好 是是是 你什么时候发现 你会分辨出狗喝水的声音 是每一只都不一样的 我姥姥院子里面养了几只狗 大概有四五只狗 眼睛失明之后 我会仔细听狗喝水的声音 包括他们吃东西的声音 我觉得这个其实还是有区别的 我可以根据他们的这个声音来 觉得这只狗是老大 这只狗是老二 你刚刚说你是生活在北京的天津人 一个人生活在北京 那你父母为什么没有陪着你 他们放心你一个人生活在这里吗 其实最开始我来到北京的时候 他们是很反对的 我自己是一个比较就像的人 我是觉得眼睛不好 更应该去闯出自己的一片天 你的这种情况作为父母 他们肯定会格外地牵挂你的情况 我们会打电话的 经常打电话 经常打电话 让父母放心 你的爸爸妈妈是什么样的人了 我爸爸妈妈其实就是特别朴实的人 普通的工人 然后为了我生活能好一点吧 然后他们已经退休了 其实还是在努力地工作 而且在我眼睛不好之后的话 他们其实没有放弃 他们也会到处去帮我打听 治疗眼睛的一些方法 一直没有放弃 帮我去治疗眼睛 其实对 刚才你知道吗 因为你的这个挑战的过程 非常的长 你知道你在专注地听 每一条狗喝水的声音的时候 有两个人的眼睛 就始终没有离开过你的身上 没有人告诉我他们是谁 可是我们三个评审 不约而同的都猜到了 那是你的爸爸和妈妈 他们始终安静地站在那 一秒钟都没有把眼睛 从你的身上离开过 你的爸爸和妈妈 今天也来到了现场 我们用掌声 也把他们请上台来 姐 你是一个好孩子 大姐 你最棒的 大姐 你不要忘记了 爸爸他们是爱你的 伯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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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好 我刚才听到 好像李奇的爸爸 刚上岁就说了一句话 说爸爸对不住你 你是这么说的吗 有时候呢 我没想到他会到今天 有时候呢 也埋怨过他 埋怨他 为什么要埋怨他 因为呢 我想给他有那么大能力 他眼睛看不见 出去远外呢 作为我们的家长呢 很不放心 北京有一年 四号线泡水 记得吗 有一回 那天呢 我是无意中在电视 中央一看到了这消息 我赶紧给李奇打电话 我说李奇 你现在在哪了 已经七八点了 我感觉他已经到家了 就是 可是一打电话呢 他说我还在地铁外边 还没有坐地铁了 我说 你还倒得了吗 他说你妈放心吧 我会不到家的 我一看 我也睡不了觉了 我说你到家之后 你赶紧给我来个电话 深夜十二点钟了 我感觉怎么电话 还没有到呢 鬼奇一直等到 是快两点钟 才到了家 给我打电话 我这块石头 才终于放下去 所以呢 作为家长呢 就感觉有点 舍不得叫他到北京 就说你回到天津呢 就是 不管怎么说呢 在父母跟前呢 有造物 有什么情况呢 就我们可以找到你 现在就是到北京 到夜里了 我们怎么去呢 他回来 他给我来一句话 他说妈妈您放心 我一定会像正常人一样 在北京扎下去 干下去 闯出事业来 其实刚才 你们还没有上来的时候 我想你们也一定听到了 李奇也对你们是 也是理解的 而且也是充满了感谢 他觉得 你们一直都 没有放弃去治疗 他的任何一线的希望 都在努力 这一点他也一定会记在心里 那今天李奇的挑战项目 本身难度就很大 这一个多小时的难度 和你这十五年 从十七岁到今天 走过来的这个难度相比 那根本不算什么 所以我觉得你真的是在挑战 人生的不可能 而你已经赢了 在这了深深地祝福你 对于你今天的挑战 我的决定是 能 好 我们要经理期 带着爸爸妈妈进入今天的 荣誉殿堂 以其拉好前面的光明世界 一直向前奔走 向前看